尼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 碾碎 可以硬也会怕我 多蓝吧 多蓝现在太强了 迅捷步伐加几手 看他有没有在草里 看旁边有没有触手 这边都没有触手 所以他还没上线 上线的话会有触手的 他不行 对 わか 他的感觉 把他的方法做出 到了 不 我们 他 那 他 有限能见你,清醒日常 谢谢多可喜多可悲的操粉塔,谢谢 请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了吗 他的一闪的意图太明显了 哎呀美滋滋啊 这个闪现要提前预判脚 不是说等人家一闪就直接死了 你得意识到他这波要怎么杀我 只能一闪 就是我提前一个预判闪现 预判到了 我已经叛了 我本人死得很痛快 Buff的Buff消失了呀 Buff 我看他直接买这个 我没发现我就直接不组Q了 我就开始组W了 Bu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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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他塔到很难补的 反正有触手就把他触手A掉啊 一定要记住 他没触手的话这英雄没啥作用的 他的核心就在触手 往外拉就行了 这边还会出一个触手 这个线就不推了 这波线回推线 什么叫回推线? 这个东西我也不知道怎么跟你们讲 反正这波线就是突然我就不推了 一直往前试探性的走位 给他一个站位的压力 他就不敢 对吧 他就不敢交技能补刀是不是 就给他压力 给压力 他就不敢交技能补 被拉到就撤了呗 哎哟 这个小皮鞭不该吃的 怎么说 这种线一卡 他就他就必须要出来推 出来推那他一抓就有的 就是一个玩法 不知道你们能不能听明白 就是前面我们为什么要推他线 因为他那一波囤了两波线 他补塔了不好补 这一波为什么突然又不推呢 因为这波是一波回推线 回推线是往外推的 他往外推他就一定要出来推这个线 把推进他 不推进他这哥们就玩不了 对吧 但他推线你看他一出来 我们打野一来他就直接死了 这就是一个顶级折磨 跟兵线的理解 该推的线就推 不该推的线咱们就放回来 你看这么一放 必死 就对兵线的一个理解 前面的线该推推 对吧 推进去十多高刀他只补了几个刀 然后这波现在再往回一放 OK 怕更难受了 打野不来怎么办了 打野不来就说命分断很低啊 正常来说这种线只要打野四个人都会来的 不要说什么打野不来这种话 不现实 这种线都不来 那说你的动物应该非常低 非常低你也没什么卡不卡线的 直接杀就完事了 这种本来就是 就是打分段高点的局用的玩法 低分段还控啥线呀 那就见面就干呗 是不是 这本来就是分段高点的 那这个分段的人基本都懂的 那你非要说什么黄金局打野不来 那你黄金局卡什么线呢 对吧 黄金局给我狠狠的杀不就行了吗 啊 啊 我的我的兄弟们 突然发病 突然发病 啊为什么我突然发病了呀 哇 突然发病送了兄弟 突然发病了 突然发病了 没事没事 给他一个吧 不然他扛不住了 哎呀 突然发病了 不送了 纯送 送了一个 没事 送了一个500块之后怎么打 400块的海洋 那现在推了吧 钢灭来了呢 钢灭来了 应该冰拳出来了吧 做个现眼 习惯性买两个阵眼浪费 一剑完一副的剃鞋 shut down 一剑完一剑 直接开大吧 这个Bug 刚刚那个那一下是Bug的 他不出那个什么 弹道 压他吧 他出手A了 干杯 黑夜 也会怕 shut down 和 人们 回家补装备吧 时机成熟了 他现在没有几手了 等个大招 他只要敢把现在带过带到伊塔 直接直接动手 直接动手 瞎掌好像在附近 有没有真意 只要不中抽魂 什么英雄打他都挺好打的 他的强势点就在于这个抽魂这个技能 1433拿盒穴吧 这都换线了吗 感觉像换线了 155刀 哎呀 露鲁依好像挂机了 兄弟们 他挂机了吗 哎呦 千里迢迢走上线补刀 我看他很久没出来了 也没在中路漏下路漏都没漏 我去哪呢 你会去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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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